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是一期虎年新年特辑 画面中正在直播的女孩 名叫卓同舟 春节前夕 她推出的虎年主题汉服 受到不少粉丝的喜爱 今年29岁的卓同舟 除了是一位在网络上拥有粉丝过百万的网红 还是一名海归研究生 在澳大利亚求学工作的九年时间里 卓同舟的身份从一名汉服爱好者 转变成了汉服文化推广者 她在海外策划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活动 2016年在悉尼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 卓同舟身着汉服上台惊艳全场 然后当时有一个华人老教授 就热泪盈眶说他十几年了 第一次看到中国学生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 去出席毕业典礼 这个事情让他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想要走这条路 所以当时16年的时候 我就决定在那边以汉服为这么一个主题去创业 然后在16年到18年期间 我们是做了两届寻找汉服大使 这样的一个大型工艺比赛 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汉服 并且我们两届的总决赛 都是做在了悉尼的市政厅 然后到19年的时候 当时的话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叫做我和我的祖国 汉服快闪 在澳大利亚的各种地标建筑面前 比如悉尼哥剧院 还有这个中央火车站等等 这个饰品的话 在全球范围内是有上亿的播放料 2019年在安置好海外的公司后 卓同舟选择回到家乡四川 在成都开了一家汉服工作室 从19年到现在的话 我们可能设计了上百套的汉服 涵盖的朝代主要是唐朝宋朝和明朝三个朝代 因为这三个朝代的史实资料比较丰富 然后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各种内容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现在呢 也是我们开始希望能把汉服和一些现代的工艺元素等等 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尝试在做一些国风啊 汉元素的这么一些设计 就不再仅仅局限于非常传统的汉服里了 那同时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红楼梦》系列 然后有西游记系列 然后现在做的这种国风汉元素系列等等 在卓同舟看来 汉服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它承载着民族文化 在进行汉服的设计制作过程中 卓同舟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就很多人会觉得 好像做汉服设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会画两笔 然后会配个色 然后会把这些布拼在一起 好像就完事了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想做的是这种 就是更加有深度的 这么一些文化传承的内容 所以其实早期我是 比如说去博物馆 然后要去看很多资料 然后去学习很多相关的知识 就是做汉服的话 它真的不只是一件衣服 因为我们做的更多的是 它背后承载的这些 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 比如说工艺啊 技术啊等等的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兴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接触并了解汉服 卓同舟表示 汉服产业的迅速发展 既有文化的期许 也有商业的诉求 但无论如何发展 都要遵循其核心的文化属性 虽然汉服非常古老 但这个产业非常年轻 目前的汉服的这么一个发展 它缺乏一些专家学者的加入 它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 来指导我们怎么做 这个其实是我希望可能 希望未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 因为现在都属于咱们这些创业者们 或者是商家们 自己去研究很多古籍啊 然后出土的文物啊 但是我们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 能接触到的这些 属于非常学术的内容 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一块 就这种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们 或者说专门有这样的研究团队 更多的能加入到这个 咱们这个产业里面来 然后让它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